贝利亚与黑暗渣机相比较谁相谁弱 一边是M78星云奥特之星光之国邪恶奥特曼贝老黑 一边是M80天蝎座球状星云来访者制造的人造生物兵器 黑暗渣机 这两个邪恶体奥特曼放在一起相比较 谁能更胜一筹 众所周知贝利亚本是奥特之父同时期的战友 那时候的他还是一个比较正义的奥特曼 但是在奥特大战争中受到黑暗宇宙大皇帝 安培拉星人黑暗力量的影响 因为对等离子火花塔的力量产生欲望 所以久而久之竟然堕落成为邪恶奥特曼 而黑暗渣机则是在M80天蝎座球状星云 被一生兽袭击的时候 濒临毁灭的星球被诺亚奥特曼给拯救了 后来为对抗一生兽 利用诺亚奥特曼在战斗中留下的基因 从而克隆出了黑暗渣机 并且黑暗渣机在消灭一生兽的过程中 渐渐有了自我意识 因此想要消灭自己的原型诺亚奥特曼 从而取而代之 这样一看 这两个家伙的来头都是大的吓人 也怪不得他们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这条视频呢 男神就来分析一下 这两者之间谁更强 首先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两者的身体数据 当然了 光是身体素质上比较的话 那自然是贝利亚更强 不过为了能够更为准确的得出结论 我们就从这两者的装备战力值 战斗技能两点来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赛罗奥特曼的速敌贝利亚 一装备战力值 贝利亚作为奥特曼最原本的姿态 贝利亚使用的武器共有三种 一终极战斗仪 要知道每位雷奥尼克斯都有一个战斗仪 而作为雷奥尼克斯的贝利亚却拥有终极战斗仪 终极战斗仪比其他的战斗仪强得多 能够操纵一百头怪兽和宇宙人 而且终极战斗仪除了操纵外 还能近战远攻和防御 是一把不可多得的神器 光是这把战斗仪都能为贝老黑带来20万的战斗力 二 黑暗三叉戟 黑暗三叉戟的两端能自由伸缩 还能缠绕着电流 而贝利亚就用缠绕着电流的黑暗三叉戟 激战赛罗奥特曼 估显算个10万的战斗力 三 暗黑文部 暗黑文部原本是安培拉星人曾经使用过的剑 而这把剑曾经就给奥特之父的父母 造成了永远都无法治愈的重伤 而光是能够重创奥夫这一点 怎么地都能至少加20万的战斗力 可想而知 贝老黑简直逆天了 光是拥有的这三件武器 就能对光之国的大佬塞罗 以及奥富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二 战斗技能 相信大家都知道 贝利亚盖诺闪电是终极战斗仪的最强杀招 同样也是贝利亚的最强杀招 对奥特战士的限制非常的大 能够一棒子让实力弱的奥特战士丧失战斗力 比如最快最强的麦克斯 就被贝老黑两棍子撂倒了 贝利亚巨型死亡光刀 这一招虽然不是终极战斗仪的必杀技 但是威力也非常的大 在超决战贝利亚银河帝国中 一个巨型死亡刀光 可以干掉好几个奥特战士 并且还击败了纠极赛罗 打坏了赛罗的帕拉吉之盾 可知道这帕拉吉之盾 可是诺亚传授下来的东西 还有就是极恶反转 极恶爆裂 帝斯丘姆光线 这些技能男生就不一一讲解了 光是从这些技能所带来的伤害来讲 起码要为贝老黑带来了 接近80万的战斗力 而要加上贝老黑自身的战斗力 总体战力值至少突破150万 那么另一边的黑暗扎基与之相比较 能够拥有一战之力吗 因为在之前两者的数据比较中 黑暗扎基就胜过于贝老黑了 但是我们为了比较真实性 还是简单的分析一下 一装备战力值 因为黑暗扎基是根据诺亚奥特曼制作出来的 而诺亚奥特曼是奥特战士 如果我们把诺亚的战力值定在100万 那么黑暗扎基的装备战力值就是在80万的样子 而黑暗扎基战斗技能就比较多了 首先就是闪电扎基 与诺亚的闪电诺亚呈左右相反的姿势 释放出的黑红色破坏光线 具有超强的威力 以及扭曲时空的破坏力 足以摧毁一个星球 重力扎基 从双拳释放出的超重力光线 扎基射击 从拳头发射出的强力光弹 能够打飞防御状态下的奈克瑟斯幼妮形态 扎基反射 撑起圆形的屏障 可以挡下敌人的光线 并且能够凭借此招 硬生生的扛下导弹的攻击 扎基拳 打出黑暗重力波动的必杀拳 扎基梯 带有黑暗重力波动的飞梯 能够轻松的压制奈克瑟斯 黑暗领域展开 使奈克瑟斯的亚空间 没塔领域无效的强力黑暗空间 能够从空中释放出红色的闪电 使得大地崩裂 以及瞬间移动 高速移动能力 扎基防御 预知能力 扎基传送 扎基地狱火 扎基火花 等多种杀伤力较为强大的终极杀招 而仅仅凭借这些技能所带来的战力值 至少也是突破百万的存在 要知道 诺亚作为神秘四奥中的老大 其能力根本就不是其他的三奥能比肩的 而黑暗扎基 除了没有诺亚之意外 其他的战力值 都是和诺亚奥特曼旗鼓相当 所以就算是被老黑在其面前 也要暂避风芒 好了 感谢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男神加点赞 带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